这是我见过最抠门的人 他还在娘态时 听到母亲说买了很多东西 当场就急眼了 小时候牙膏带用老虎前挤 不小心掉进下水道也不咬紧 把牙刷伸进去抠出来 看着上面沾满毛 闭着眼睛就往嘴里塞 长大后别人带女朋友看电影 他带女朋友坐在大厅看预告片 一看就是七场 不仅省了钱还空手套白狼 女孩一看保质期 居然用的是过期30年的超市赠品 神奇的是大卫居然平安活到40多岁 成为了一名小提琴老师 为了省钱 他经常敲诈学生的零花钱 拿着学生的五块钱到超市买生活用品 用了厚厚一打优惠券 生意员说一共12块8毛8 大卫表示自己算的是12块8毛5 原来生意员少送了一张优惠券 无论是什么活动 他都能算得明明白白 为了不多出一份冤枉钱 大卫要求重新再算一次 后面排队着人懵了 他去哪儿都是不行 每天就等着朋友路过曾顺风车 连吃饭都是去超市抢的赠品 家里从来不开灯 等到晚上8点利用路灯照明 免费的牛排配上陈年的番茄酱 生活太美了 番茄酱舔完还会收起来 留着明天继续舔 这么扣的人存款有25万欧元 还成人民币大概190万 但这还不够 他嫌自己花的太多 还得更省才行 这天大卫认识了大提琴手小丽 他对小丽很有好感 两人关系越走越近 他决定谈一场恋爱 随即邀请小丽共进晚餐 大卫找到开早餐店的学生家长 让他们赞助一顿晚餐 到了约会的时间 他把小丽带过来 可谁知他对面粉过敏 小丽提议刚才路过的海鲜店就很不错 大卫一听 温都要吓出来了 这不就是对穷过敏吗 毕竟是第一次约会 他只好带小丽来到海鲜店 花钱对这个扣到极致的男人来说 如同割肉 他看到菜单上的价格 血压直接飙升 小丽点了几道菜 每一样都是他半年的伙食费 这哪是吃海鲜 简直就是吃他的棺材本 大卫问服务员有没有海螺 但一盘太多了 可以单点吗 服务员从来没见过这么口的人 居然有女孩和他约会 两人吃完后 大卫掏出一个袋子 将吃剩的壳都撞起来 接下来几天 就靠苏格维持生活了 服务员把账单拿过来 大卫看到后被吓得一动不动 他满头大汗 来到洗手间缓解心情 当看到消防喷头时 心生一气 为了能合法吃到爬王餐 他制造火灾报警 餐厅里的所有人都被消防喷头淋湿 这让他成功逃过一单 大卫回到家后 一个女孩找上门 自称是他的女儿 大卫这才回想起 自己多年前因为扣门 用了过期的产品 他赶紧打电话给前女友确认 前女友告诉他 为了给女儿留下一个美好的父亲形象 一直骗他父亲是慈善家 之所以省之间用抠扣搜搜 是为了赞助留守儿童 这些年 女儿一直把他当偶像 所以迫不及待的来找他 女儿刚住进来 大卫又开始满屋子关灯 怕他用电 把家里所有的灯泡拧下来 女儿洗澡时 看到洗手间填满标签 淋浴现实两分钟 少用洗发水 对头发不好 他这边刚打开水门头 大卫赶紧跑去看水表 看到水表 转得比陀螺还快 他立马关掉水闸 房子里贴满纸条 时刻提醒他要节约 女儿理解他的做法 觉得他是为了省钱做慈善 便主动提出交房租 大卫也欣然接受 这个男人抠出名了 家里不开灯 全靠路灯照明 警方邻居找上门 他从住进来 没有交过物业费 就连物业都被气泡了 大爷大妈也求他缴费 他只好假借上楼拿支票 给银行经理打电话 帮他宣布破产 这样就不用缴物业费了 经理直接咀嚼 毕竟他银行卡里 存有190万 没办法 大卫只好任命 拿着支票走下楼 大爷大妈突然站起来 纷纷向他道歉 原来女儿告诉他们 大卫之所以这么省钱 是因为在资助贫困儿童 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 非常敬佩他 物业费一笔勾销 从这之后 整个小区都开始赞助大卫 年过八十的大爷 都开始主动把他修门 大卫做慈善的事情 越传越广 这天女儿打电话给他 邻居家破产的 带着六个孩子 来大卫家寻求帮助 女儿把家里的现金 都给邻居了 大卫彻底崩溃 他想立马回家 把他们赶走 但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连忙跑上台 十二分钟的曲子 被他四分钟演奏完 大卫飞奔回家 屋内一片狼藉 孩子们正在开派对 点着满墙的圣诞灯 他的血压 瞬间长得跟电表一样高 直接晕倒在地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小丽在照顾他 他听说了大卫做慈善的事情 想要邀请他参加慈善活动 大卫在喜欢的女人面前 想表现自己 他作为表帅上他演讲 众人几乎让他捐款 大卫哭了 咬牙签下三千元支票 女儿为他鼓掌 可一想他 他就冲进洗手间 把支票撕了 这一幕被女儿看见 他终于明白父亲的真面目 他真的是扣到极限的小气鬼 女儿非常失望 离开了大卫的家 他忘在家里的手机 被大卫看到 原来女儿得了严重的肾病 只有患肾才能恢复健康 大卫是最佳的人选 但前女友看他那么口门 从来没有考虑过他 女儿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想见见亲生父亲 听到此的大卫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以为女儿是为了他的存款而来 钱不能给 但甚可以随便他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父女俩躺在病床上相识一笑 影片的最后 大卫带着女儿做起了真正的慈善 今天呢 给大家讲的是喜剧电影 小气鬼 情节是一种美德 但大卫扣到极致的行为 非但没有给他带来几个财富 反而让他活得更 他总是围着钱转 却忘了享受生活 好在女儿的出现让他改变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